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DowCloud的Peter 是一名研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topic是 AI富能的K8S运维 然后呢 谈谈一些我们的探索 也做一些这些知识的一些科普吧 咱们K8S的SRE 日常基本在做三件事 要么呢是各种资源的一个创建 比如说一些应用 要么呢是一些日常 巡检的一些运维动作 要么呢是对问题的一个 诊断和排查 那大模型和AIGC 对这三件事能够帮助到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第一个事 就是这个资源的创建 咱们呢作为这个资深的 鸭某工程师 也经常记不住语法 然后呢下面来考考大家 这么一个题目 创建一个MyCircle 然后呢是这个STS 有资源限制 有Secret 有Readyness 有PVC 好 那大家能够完整的盲打下来的同学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们把这个自然语言 到YAML语言的这么一个转换的工作 交给AI 来看一个叫CubeControl AI的一个开源项目 看看它的一个效果 左边呢是英文的这个demo 因为是中文啊 双语 我们刚才的题目呢 用对话的形式 发给这个大模型 然后大模型思考了片刻 创建了出了YAML 你看有STS 3306端口的探针 Secret等等 很完整 然后apply下去 确实呢也running了 然后达到了一个辅助的效果 那第二个 AI能写YAML 它又如何帮助我们日常的一些运维动作呢 然后再考考大家 我们去找出日志的末尾 带有error关键字 的这么一个pod 你会怎么样去做这个事 给你们五秒钟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下面呢 我们自己来写一段代码 只有十行不到 用这个简单的python代码来实现这个魔法 最关键呢 是前面的这个promote的一个关键字 关键词 提示词 它让大模型认为自己 是一个community的一个生成器 然后呢 去产生一个bash脚本 最后呢 我把这个脚本呢 这么有点遮挡 执行了它 这段promote呢 其实也是精心设计过的 所以呢 AI时代 很多的魔法 来自于promote engineering 我们看看这段 简单代码的执行效果 还是把刚才 日智的末尾 带error的pod的这个问题 丢给它 然后AI呢 就给出了一行的这么一个脚本 然后呢 执行一下 果然 在一个NS下面呢 找到了这个符合条件的pod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大模型呢 它有幻觉 对吧 有的时候呢 确认GPT会 睁眼说瞎话 那个GPT3.5 它会有的时候会告诉我这个答案 但是我们都知道 Coupo Control 它其实没有 刚刚Grap这个参数 对吧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刚才的那个简单 十行代码里面呢 做一件小小的一个 二次魔法 为了避免幻觉的产生 我们要加入一些鲜艳知识 我就在这个代码里面 加入了一些 我们认为的叫做参考样例 这里面呢 有一些正面的例子 教它应该怎么做 一些负面的例子 告诉它不该怎么做 比如说我告诉它 Coupo Control 其实没有刚刚Grap这个参数 当这些参考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放在代码里面其实就不现实了 而且Promote呢 也装不下 对吧 有长度限制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有VectorStore去辅助 我们先把鲜艳知识呢 放到项量数据库里面去 来一个新的问题啊 我到项量数据库里面去找它 最近式的N个鲜艳知识 一起作为Promote 然后呢 再丢给右边 右边呢 是一个用Cubernetes的一个 Domain Language Find2出来的一个 更懂K8S的大模型 这样子结合 所以呢 为了得到更精确的答案 知识库Embedding呢 其实是一个最常用的高性价比的一个方式 那容器平台 我们很多人都用过 它的目的是用UI和这个流程的标准化 去降低Cubernetes的一个使用门槛 那我们呢 再通过叠加AI 那种便捷加倍 比如说这边对话 创建了一个小游戏的应用 然后呢 它创建出来了 但是好像没有running哦 那我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诊断 AI呢 做了一些建议 然后接下去 我还是用对话的方式 去修复镜像 修复这个里面的错误 这就是AI和平台工程 结合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 好 第三个 是这个 巡检和排葬 那我这里介绍了一个 很受欢迎的一个开源项目 它是一个自动化巡检 和这么一个诊断的一个工具 叫KSGBT 是大也不少 一方面呢 它的原理呢 一方面呢 通过购语言的代码去这个分析 KBIS的各种resource 然后呢 进行一个诊断 另一方面呢 它把出塞 出来的问题和错误 发给了大语言模型 去让它去做解释 和解决 甚至是一些解决的建议 好 这边也是一个简单的demo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好像是有一些的小问题 然后执行KIS analyze 然后发现了好几个问题 有一些还比较隐蔽哦 比如说呢 像service没有active endpoint 或者说headless的那个service headless的service 什么不存在 然后接下来看看 explain的一个参数 它其实呢 是能够做一些解释的 还可以切换中文的一个语言 可以得到一些 一二三四的分析结果 还头头是道 那KSGBT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 别的形式 比如说operator的 这种常驻方式 以及呢 它有定时的常驻的 一个扫描 还有一些 避免你secret的上传到云端 有一些mask的能力 还有一些dashboard的 比较handy 能够有让你全面的overview 如果呢 我们不想用这个 云上的open AI 我们想自己host 本地的大模型 这边呢 有两个比较好 流行的一个项目 来做例子 它往北呢 是这个暴露出 open AI格式的API 那往南呢 它其实是可以切换 不同的模型 支持不同模型的格式 那我们拿VLLM呢 来做一个例子 我这边呢 把VLLM跑起来 然后呢 暴露open AI的格式 然后呢 跑一个13B的模型 那它暴露在8000端口 接下来呢 还是KIS-GPT 它呢 去对接这个8000的端口 然后呢 去做这个 刚刚explain 去做解释 然后呢 可以看到 这个本地的13B的模型 也做出了一些1234的 一些分析和解决 但是呢 上面的AI呢 它只是一个猜测原因 它无法验证和深入 它因为呢 它很多时候是 focus在一个resource 但是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Port起不来 大家都知道 Port起不来原因 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拿一个例子 它可能是因为 它的PVC Port所依赖的PVC 是pending 然后呢 它的这个storage class 还可能写错了 那这种问题呢 一次AI的这个对话呢 其实是找不到根因的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就引入了Agent的概念 它不单单呢 是空谈的这个对话 同时呢 它借助不同的plugin 真正的去执行一个动作 拿到结果以后呢 再让AI呢 去做下一步的推导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没有Agent呢 我们以前怎么做 就是问一下ChairGPT 给了几个建议 我们执行一下 再把结果返给它 那现在呢 由Agent的 替我们把这整个流程 一步一步的去做掉了 我们呢 这边就拿一个 开源项目 AutoGPT 来作为一个 这个代表性的一个demo OK 给它设一个目标 找到一个pod pending的一个look course 第一步 它让我建议我describe 并且去执行了 发现有一个unbound的PVC 接下去 它说去getPVC吧 发现它pending 接下去呢 它去describePVC Storage class missing 接着它常去去创建它 这些动作呢 都是由AI 自己一步一步的推导 自我的去 这个推演出来的 所以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podpending的原因 有无数种 大模型呢 它是靠猜 它不可能一次性猜对 但是通过它实际的一个 执行和action 一小步一小步的迭代 逐渐深入呢 就能够做到了 好 那最后呢 是几个 咱们有聊到的 或没聊到的一些 AI和Cubernetes 运为相关的一些 开源项目 以及我demo 提到的一些东西 分享给大家 这些小小的尝试呢 也能够希望 大家带来更多的灵感 好 谢谢 谢谢